我国17岁网球女将梁恩硕 在今年奥网同时抱回青少女组 单打与双打冠军金杯 称为首位拿下大满贯青少女 单双打双料冠军的台湾球员 梁恩硕30号清晨反抵国门 随即参加中华网球协会的庆功宴 接着出席WTA台湾公开赛 为她举办的反台记者会 今年梁恩硕将以双打会内外卡身份 搭配教练也是台湾女网 双打好手詹经纬一起出赛 在记者会现场 台北市体育局长李在立 也特别奔赠奖金 恭喜梁恩硕在奥网的精彩表现 梁恩硕表示 在奥网赛打到16强进8强时 她的脚已经受伤了 因此每场比赛都打得很辛苦 幸好最后都撑过来了 她最开心的就是过去很多人 总是拿她只有150公分的身高做文章 这次她拿下奥网冠军 证明矮个子也可以做得到 梁恩硕说 心情是没有什么压力 就很开心 可以拿到这个冠军 其实也蛮意外的 一开始也没有设定这个目标 拿到时候就 很开心可以就是 因为自己身高不高 然后 所以就可以证明 不是只有高个子做得到 我们矮个子也做得到 梁恩硕说 她的优势就是球直重 速度快 发球落点蛮准的 但因为身材矮小 因此脚步移动速度就必须加快 这一点还需要再多加强 为了让梁恩硕专心打球 梁恩硕的父母付出相当多的金钱与心力 甚至还抵押房子 梁恩硕感谢爸妈一路走来全力支持 让她无后顾之忧 梁恩硕说 家人都没有给我压力 所以我对这方面其实还好 我妈妈就说 就打到没有钱为止 看你能打到什么地步 你就打就对了 很感谢他们一路上的支持 然后让我没有后悔 就会专心在我球场上 球场上 球风犀利 但球场外的梁恩硕比较害羞 面对不熟悉的人时 话相当少 问到他的偶像 他笑说自己是歌手周杰伦的超级粉丝 经常听周杰伦的歌释放压力 尤其手写的从前这首歌 更是他的最爱 他也希望周杰伦有机会到场边看他比赛 至于球场上 球王费德勒打球的风度 和球场上奋战不懈的拼劲 则是他效仿的对象 展望未来 梁恩硕表示 今年清澳之后 他就要全力朝职业选手埋进 以打进职业前200名内 作为明年首要目标 中文贵台记者张超伦 台北色伙报道